连日来,香港社会各界针对美国国会一些政客 叫嚣制裁香港特区政府官员和司法人员予以严厉谴责 对香港特区政府官员和司法人员依法履行维护国家安全职责表达坚定支持 11月6号上午,多个团体来到位于中环的美国驻港总领馆外进行抗议 反对美国 干预香港事务 干预香港事务 强烈谴责美国 干预司法独立 我们公联会再次派代表 我亦第二次来到美国领事馆 表达我们对美国最近有个别政客 企图用到制裁的手段恐吓我们49名坚定维护国家安全工作人员 对于这些卑劣的手段,我们予以强烈的谴责 我们亦希望表达我们对坚定维护国家安全的每一位工作人员表示支持 希望他们都不要受到外国的干预和影响 当天上午,清明党主席香港立法会议员叶柳舒怡和香港立法会议员李栋果 也来到现场进行抗议 表达对美国国会政客相关言行的强烈谴责 我对于美国一些国会议员提出这个制裁法强烈的谴责 这是初步的干预我们的司法制度 完全没有理据 完全是抹黑香港的法治情况 那么我们也相信香港的法官、执法人员不会受到这种的威胁 而受到影响的 我相信他们一定继续的无畏无据的执行他们的职务 前例公议,美国国会的一些议员提倡认证一个他们的法案 集裁几十位香港的法官、司法官员和香港政府的主要官员 他们这个行为是初步的干涉香港的内境 我们要求他们看清楚事实的场景 我们请他们留意到有一个国际有关于法治的机构 他发表了2023年的一个报告 香港是排行20到23 比美国的排行还要高 香港的人群绽放比美国的好 他们捧什么来说 香港的法官、香港的司法人员 他们执行他们的计较的实践是违反这个人群 他们是无地放置的 据悉 有网民于11月5号发起一项名为 《反制裁、护法制、称法官、护国安》的线上连署行动 截至11月6号17时 该行动已有超过34万名市民参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